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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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也超级大欸 嗨大家好我是Elysa Eda-Deal was the best in Tàlacom 我們今天在 Caravan Salon Dusseldorf 我們今天在全德國最大的一個露營展 在 Dusseldorf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在會場裡面了 然後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就是入口處有人會檢查說 你有沒有打疫苗 或者是有沒有筷子來檢查 才可以進來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在那個 露營車的區域了 這裡還有那個關於旅遊的展覽 所以這個展覽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特別提早來 要好好地逛一下這個 露營展 好那現在就跟我們一起進去逛 啊對 媽媽也有來 媽媽在前面那裡 她跟我們一起來看那個展覽 今天媽媽就是來看一下 因為她還沒有買新的露營車 所以我們就是順便來看一下 今年跟明年有什麼新款 其實滿多人的耶 還要排隊 這一台很多人有興趣耶 沒有那麼多耶 三萬六左右 三萬六左右 哇這超棒的 這超棒的 煮飯的時候可以看外面 對 對 看 她可以看這裡 超棒的電視 兩個貴妃椅耶 超棒的 一人一邊都不用吵架 喔電視好大喔 對 這就像在家裡 比較好 我老公說比我家還舒服 Hobby的廁所真的是 目前我最喜歡的 喔這個就貴了 八萬七左右 這個好像是新產品 她好像是為了那個 去海邊而設計的 欸好可愛喔 她總共有三個大小 她有一點復古可是又 又很有現代感 全部都沒有及早的 OK 現在決定要先去吃東西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好可愛喔 這一台好可愛喔 這台很迷你耶 可是她價錢 兩萬塊 雖然說她這麼小還是有廁所 好可愛喔 這個就是把桌子下降之後 就可以變成一張床 晚上睡覺的時候可以看星星 好可愛喔 她超級喜歡耶 喔因為這個窗戶嗎 OK 還是我們賣掉Hobby 買這一台 沒有 好像兩台不一樣 對 這一台沒有烤肉的 對 對這一台有做一個這個烤肉的 然後還有下面的置物空間 這是烤肉 它也是 它可以煮飯 然後下面有那個置物空間 其實還蠻大的 但我猜這台裡面應該都長一樣 然後 可是 價錢跟我們一樣 跟我們的後面一樣嗎 對 哇 那這一台蠻貴 哇 這台外型真的太可愛了 我們今天基本的策略就是 看到哪一間比較空 就進去看哪一間 因為今天人真的太多了 我們現在看的這台超美的 但它價錢其實不便宜 它入口超級美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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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真的喜歡 這超像飯店的規格 比我們的更好 這個是睡房 可以整個關起來 然後 所以就睡覺的時候完全不會被打擾 然後廚房的部分 他們還有附那個烤箱 這個可以從兩邊開 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哇 好酷喔 微波爐 那我們現在繼續去看別的 那我們現在去看那個自走式的露營車 我們現在去看那個自走式的露營車 到六萬歐元 剛剛看的床是這樣子 然後上面還有另外一張 所以算是兩層床的概念 然後這個是廁所 跟洗手台 上面他另外還有一張床 超貴 十萬歐元左右 這個比較好 我覺得 怎麼樣比較好 比較舒服 比剛剛那個 很新鮮 很新鮮 很有未來感耶 對 廁所也比剛剛那個大一點 這個是廁所的門 然後廁所的門 然後廁所的門 往另外一邊關 就可以隔出那個房間的空間 對 很聰明的設計喔 然後上面還有一張床 鋪喔 前面這牌子也沒看過 然後上面還有一張床 五萬八千六 我伯伯他們馬上就說不要 這條我覺得不錯啊 不錯不錯 小孩子跟著這個吃 然後拿著這個 這個還蠻適合一個家庭 父母可以睡在這邊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給小孩 以價錢來說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然後廁所的部分就這樣 欸廁所也不錯啊 大家我們現在已經太累了 所以我們決定中場休息 來外面買個飲料喝 我哭破已經太累了 他現在去休息 我們繼續看 我老公說他在電視上面看到有人介紹這個牌子 很不錯 這個牌子是從法國來的 我們現在要看這一台 我老公說有很大的廁所 然後這一台是自走室的價錢是大概七萬歐元左右 它是可以沖的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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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不會是電動的吧 電動的 電動的 對因為它的床架的很高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有壓迫感 你基本上有雙倍的空間 基本上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床 就是只有那一張而已 廁所非常的大欸 這個廁所我ok 這一台很ok欸 這台可以欸 對耶 欸很不錯欸 真的很大的地方 然後看一下那個廚房的區域 我覺得也非常ok 好棒喔 媽媽復原了 我們繼續看 感覺這應該是北歐來的欸 這個是托拉式的路名車已經這麼貴了 很寬敞然後很有那個北歐風 很舒服 冰箱 這冷凍褲 下面這個是冷藏 然後最下面就是 微波爐 然後烤箱 什麼都有 天啊 這個真的是一個 飯店等級欸 那也是乾濕飯店 這完全就是飯店啊 我愛上這個牌子了 超美超美 這一台的價格 比剛剛那一台少了一半 欸也不錯欸 我覺得很不錯啊 而且它也有烤箱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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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的廁所就比較小一點了 貌似好像是無法洗澡的 他們的廚房都做得非常大 可能北歐人很愛煮飯吧 如果你去極地旅遊的話 它最多可以耐低溫耐到-40度 我老公剛剛查了這個牌子 它的確是從北歐來的 從瑞典來的 但是它的價格都偏貴欸 大概看一下 現在來看這一台 看一下臥室的器 這台不錯欸 這個最大的賣點應該就是它的廚房了 真的 現在我們進入的這個區域 是加拿大品牌的露營車 五萬三左右 有一點擠 但是裡面還蠻可愛的 欸廁所它很小欸 可是它還是硬做了一個乾濕分離 露營的時候你就可以開門 看那個美景 好在床上看美景 吃早餐 門口這邊是冰箱 這一台這個系列的顏色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它很復古 喔價格五萬八 自走式的 這台的設計也真的很不錯欸 因為它用的是那種 比較大理石的花色 所以我覺得蠻時尚的 這個跟剛剛那個北歐的那一台 又不太一樣的風格 可是都很漂亮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它是比較明亮的風格 兩個我都喜歡 喔它是有門可以通到那個後面的置物 框間 可是是馬桶 然後對面是那個淋浴間 這個也是床 而且它也是電動的 而且它也是電動的 它也是電動的 那這一台真的也很不錯欸 天啊我已經很累了 這一台就像一般的貨車 所以你可能停在停車場之類的 沒有人發現你會住在裡面 但是另外一台的話 就是非常明顯就是露營車 所以你要停車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 發現一個超級小的 拖拉式的露營車 這個是為了機車 停機車的欸 酷喔 所以中間這邊 基本上就是讓你停機車的地方 這是廚房的部分 是馬桶 它有馬桶欸 你剛剛有發現嗎 沒有 可以上廁所 OK 不能洗澡 這一台就要兩萬二 我不知道啦 對我來講 我覺得不值得 這一台大概一萬發 超小 可是它是有廁所 真的嗎 真的廁所 有有 啊算 那你的頭會露出來欸 而且它這個廁所是可以洗澡的喔 有冰箱 欸那真的算是應有盡有欸 廚房廁所冰箱 然後座位區 然後床 嗨大家現在已經下午四點了 這個露營展開到下午六點 所以我們還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去看一個最貴最大的巴士露營車 因為我看電視真的非常的驚人 好那我們現在進去看 解決鬥 作詞 作詞 完成 打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